新一輪的馬貴又來了 只是看YouTube的免費內容 哪裏夠猴的 馬上加入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Michael在群組裡 會和大家有一個賽前直播分析 每次見面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沙圈動態即時跟進 還會在群組裡 和大家分析他的跟進碼 在群組裡 Michael還會和大家解答所有問題 還等什麼 馬上加入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我們在群組裡等大家 各位油管 新舊的網友 和YouTube的網友 大家好 剛剛在大約半小時前 大家在電視機旁邊 都已經見識到 是浪漫勇士 就是揚威 澳洲這個Cox plate Cox plate 安上仁呢 當然不是我們香港 六屆的鄉下冠軍騎士 由香港的馬房 帶一隻香港的馬王 過去海外 首先 就不是配我們的鄉下冠軍騎士 其實這件事呢 都已經證明了很多很多的盲點 這個時候當然就不是說這個鄉下仔 當然他也都在香港 橫行無忌 還有你有時候是這樣的 當你 真的要拿出真功夫的時候 你在這裡射開 在鎮上面也都肆無忌憚 你說呼喚就呼喚 你想跑就跑 你想不跑就不跑 但是人家那邊真的打真軍 那些騎士也當是一個最專業的運動去應付 這麼高的獎金 人家在海外帶一隻馬過來 給當地的世界冠軍騎士去參賽 其實這個呢 已經是 不需要再任何的言語 去告訴大家 哪個才是真正有實力的騎士 那非常的難能可貴 香港的一隻拍賣馬 那這隻馬我相信近年呢 應該就會立即將這隻馬在海外 也都會不斷作為他自己公司 買馬的這間公司 的一隻招牌名區 見到所有馬主啊朋友啊 全部在知道浪漫勇士贏了那一刻 是非常非常的激動 這個也是等他們高興 因為這個整個整體 你見浪漫勇士過去跑過程 全部都是一步都沒有做錯 另外蘇迪雄第一次 帶馬出去遠征 作為沈澤成的副鏈 也都應記一功 當然 在當地要照顧著這兩隻馬 要不斷安排他們參賽 神操 食料 整個團隊呢 都發揮到臨力盡致 海外賽事呢 沈澤成在當年的愛倫身上 確實是學到很多很多這些知識 這次應該是他第二次贏到海外馬了 第一隻呢就是去英國 王家亞事國的小橋流水 另外這次這隻呢 更上一層流 浪漫勇士 郭士盾 是香港有賽馬史以來 第一隻贏到郭士盾 和第一個華籍的蓮馬斯贏到 那都非常恭喜 整個團隊和沈澤成 但是你橫觀 看這隻馬 由出閘七檔開始 你看到 麥道朗呢 是顯然一定呢 就不想刻意 他可以偷快幾步 去搶出前面 但是如果一搶完之後呢 轉完第一個右彎呢 他隨時被出閉的馬呢 就蓋死他 他反過來一路繼續 不介意四疊轉第一個彎 但是轉正了 那隻馬拿好平衡之後呢 他慢慢踏進來 就剛剛好 三位的二疊 因為現在是轉的是 反視針方向 所以你看到呢 那些走位 完全大家都不同 反觀你看到 潘頓呢 就 可能他完全沒有做功課 究竟那馬怎麼跑 就只是想著 好 留後 落後 等內蘭 那這個就已經是 一出閘已經注定是輸了 那這隻馬根本是麥道朗跑開 那你證明 高低立件 再一次 好了 再跟著你看到呢 是全程呢 那隻馬 哇 真的 那個 馬自己的鬥心 你看到他自己咬到 前面的馬 那個放頭那兩隻馬 是緊緊緊的 而跟著你看到 密道朗在轉彎的時候 已經 打一邊又一邊 告訴馬 我們要提早加速 跟著就進直路 再加上你看到人家 不可以用太多邊的情況下 跑得一隻馬不知那麼順 臨尾壓線 差不多人都壓到頸 才剛贏到這個小小 那剛剛 剛才 是不是大家有聽到我說的條線 人家真的駁一聲 是在說十秒鐘以來 那條線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見到的那條線 馬主劉先生 都是說人家在他前面十秒鐘 在慶祝贏馬 我都不知道究竟是否慶祝 但是十秒鐘後我就看到這條線 我就立即慶祝 為什麼人家那條線就是那條線 而馬會那條線又不是那條線 為什麼人家一個幾百萬奧元的 這麼有世界級的一級賽 享譽盛名的 就是在那條線 可以分到高低 如果香港浪漫勇士可能輸了 或者拼頭 這樣 好了 你再橫觀整個賽事 你看看 不論那些跑道 不論的雜商 不論所有馬夫那個號報 贏了馬回來 蓋那隻馬 那個 那張 勝利的尖 再加上所有那些 track side的 那些sponsor的 billboard 一絲不絕 你看看別人這些賽事管理 雖然 其實是值得相確的 這個是一間 海外的一個 投注的公司來的 就是賭博博彩的公司來的 當然他們最有錢做這個sponsor 但是究竟博彩 現在 跟煙仔 是不是都一樣 需要按在這個 電視機旁邊呢 因為你 拿著這個 這個名 打上去 你就可以博彩了 什麼都可以賭 原來 賭 就可以宣傳 煙仔 就可以按 這個就值得相確了 這個真的是 因為現在 歐洲 就算足球呢 都已經開始禁 這些 賭博的公司的廣告 那 我也希望 將來 或者 或多或少 這種廣告 可能要比較上 低調一點 那麼 那就會 比較上是對 整個社會 是來得 是 比較上是好一點 因為始終 嫖刀飲蕩 吹 沒有一件事是好的 但是在他們來講 他們真的當作一個體育盛事 大家 你看到那種喜悅 和在香港贏得到的喜悅 是兩回事 包括你看那個騎士 坐在馬雲那裡 他自己都不相信 自己 會贏到這一場 一級賽 再回來 你看他 從開香檳 到抱著每一個 互相慶祝的一個人物 他都是 真心誠意的 但是我們的鏡頭很可惜 我們很想看一下 究竟我們的鄉下冠軍騎士 跑過第四 都有一些獎金的 長這麼多次買一隻馬來跑 但是 一動都沒有 在直路上 推兩下 打了一邊 接著就 不知道怎麼做 因為打開邊的人 不知道怎麼做 最終就是回來 跟屁股回來 是死位中的死位來的 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 這隻馬 如果他可以 好像懂得 像蜜杜朗一樣 一早是走定生位 這隻馬 其實有得跑的 在沙圈裡 都不是頑皮的馬來的 那可惜 就跑第四 那也都在浪漫勇士身上 我們都再看到 在香港這個十一屆冠軍騎士 冠軍連馬師 為什麼其實他從來都不會帶馬 回去鄉下威威 又或者帶馬出去 英國威威 其實他都很有份量的 那這個呢 就大家去 值得深入去探討 那這個是一個很突發的 浪漫勇士 楊威郭士頓的一個好愛 那多謝你的收聽 今晚十點鐘 我們繼續有youtube直播 今晚又踩打 那大家留意 今天時間節目 也都到這裡結束了 今晚再見 跟大家分析一下他的跟進碼 在群組裡 Michael還會和大家解答所有的問題 還等什麼 立刻加入我們 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我們在群組裡等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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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